Yoi Stato!大家好,我是Garri Zhang 接下來就是聖誕節 沒錯,我Garri哥哥今天帶大家一起和我去拍照 Garri已經研選了一些漂亮的聖誕樹給大家 因為今年經濟市道不好的關係 大部分的樹由以前那麼高,現在變得那麼矮 大部分商場都是這樣的 今天就和你找了一棵又大又漂亮的聖誕樹 在拍照之前,首先要介紹一下我的Outfit 首先我上身穿著這件就是YouTuber Red is Polly 推出的一個brand叫Just Like This 新的冷衣,不過其實它是女裝 還有其實它有一條裙子 但我真的沒有勇氣在這個天氣 還有我真的沒試過穿裙子 如果大家想看我穿裙子的話 這條片有30,000feels 或者有1000個like 或者有100個comment 隨便遇到其中一個criteria 那我就會穿給大家看 所以想看的話就分享給多些朋友看 如果大家想有多些聖誕氣氛 儘量可以選一些紅色的item 或者你覺得這件衣服太喜慶的話 可以戴一個紅色的mask 又或者穿一個紅色的襪子 總之有一點點紅色,看上去就會有多些聖誕氣氛 那好吧,我們現在馬上去拍照了 什麼?你說怕出街拍照? 不要緊,在家裡都有方法感受到聖誕氣氛 首先要介紹一下本集的sponsor Surfshock Surfshock是一個非常好的vpn Gali已經用了… Oh my god,他自己開了門 Gali已經用了好幾個月了 為什麼要選Surfshock,不選其他呢? 是因為他沒有中資的背景 安心很多 那為什麼要用vpn呢? 他可以保護你的行蹤 保護好你的密碼 對於個人的私隱安全是非常好的 還有你看Netflix的時候就可以轉去不同的地區 看該地專有的一些 content 例如轉去日本有鬼滅之印 轉去美國會有Working Dead 其實可以有很多東西給你explore 大家全天候留在家裡都不怕悶了 好,是時候要開個火爐來看看 反正我也是只有一個人 好冷呀 我剛才說的樹就是大館 在雲雲的聖誕樹 然後縮了樹,變矮的情況之下 他還維持一個挺好營養的狀況 也挺高的 看大師出馬了,我們現在 這裡哦,他說 梯筆 我摸了 構圖呢,我們可以嘗試將聖誕樹粒猩猩自中 然後再將聖誕樹貼近照片的下面左右兩旁 就可以形成一個三角形 然後角度就由下面拍上去 就可以拍到完整整棵樹 當然啦,其實你可以怎麼拍都可以 大家都未必有這麼漂亮的相機 但iPhone的Tele鏡頭應該是等於這部的50mm OK,我們現在試試用iPhone來拍 其實挺好的 這個因為是Portrait Mode,但是要低醜 哦,這個零技巧 我們發現用iPhone 12 Pro的軟攝鏡頭 都可以做到不錯的效果 加上Portrait Mode可以加強景深 然後再用剛才所說的構圖 就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加上iPhone有自動調色的功能 所以天和星星都比較突出一些 在收拾相方面都比較容易一些 Good 你拍不拍啊 不拍啊 要留意一下他會拍到一些裝修 所以結論上,如果大家在日後的時間 我們剛才那邊拍會比較好一些 但大家要注意大館夜晚這裡其實是很暗的 是沒有一些很特別的照明的 所以大家想拍得漂亮一點就帶一支燈來吧 另外我覺得大館這個位是餐廳來的 其實就... 嘩,這裡好像挺好的 好像這樣拍就有一點點歐陸感覺 歐陸感覺 沒有嗎? 好啦,我們現在呢 去完大館就去喝個咖啡 那現在去這個叫做... 什麼啊? Starting Over 銀行李哥 原來真的在旁邊做 這個你特意賣聖誕的 是呀 聖誕節啊 感謝 謝謝 我... Fish 好開心啊 我不是到處吃的,香港 不,我已經有吃的 其實我覺得味道還好 如果大家知道哪裏有好吃的Piccan Pie 記得告訴我啊 我要警告大家 如果你來的間,千萬不要擠這個東西 我一直吃的Piccan Pie都聞到那種味道 哈哈 真的很臭啊 嗨 我們今天的新嘉賓 另外 不,你可以做CAMMAN 我的鞋子啊 都是賣紅色的 好,我們下一個目的地就是... Landmark Landmark 據知Landmark這個 就不算很有新意的 但是呢 是比較大舊 和多點東西看的 背景 因為真的我看到很多聖誕樹 要是很膠 要是很矮 這棵是Exactly 我不知道前年拍的 同一棵樹 好可愛啊 哇,這個動的東西很大 哇,它的眉毛也會動的 哇,所以要玩姿勢不要緊的 接著去玩姿勢 是嗎 我要維持像擦太極一樣 是嗎 好快,好快給你 好快,是 你太快了 它太慢了 哈哈 哈哈 真的每一望呢 都會叫別人 被別人抓去拍 它應該呢 拿它大機去拍 然後收回 像是迪士尼那樣 其實剛才的雪人位是比較黑一點的 我們發現在Fendi的門口拍是更加漂亮的 因為那邊有比較好的光源 人看上去不會像鑊撈那麼黑 之後都會比較容易吞一些 總結 我覺得這個位置自拍比較漂亮 這些細樹都挺好拍的 好像我剛才那樣 在後面彈出來 嘩這樣 都可以的 不用在下面不斷排隊 不要想到超多人 大家看看下面 哇 什麼來的 賣照牌的 哇,這個牌也挺有趣的 SPEED都試一下機 大家一起猜猜這件東西要多少錢 2000 2000 答案是5000 很便宜 買吧 我們一起看Ivan買東西 每次出生街都會買東西 意外發現Basement是有些Artwork可以看的 挺漂亮的 這個是有故事的 從前有個年輕人叫咖哩漿 有一天他TQ了 TQ了是不是 可以再來過嗎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再來過嗎 Basement 從前有個年輕人叫咖哩漿 有一天他TQ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豬豬豬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很漂亮啊 現在是逆光啊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超可愛 你問我 我好可愛 保住 我可以拍照 影片就來到這裡 祝大家聖誕快樂 拜拜